啊 我要激進 你從來 我答應你們狗狗幫你們平安 就一定能做到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多谢你帮我斩断世俗之情 祝我铜树再见 修炼告一断 我回来了 凌凤 万一遇到棘手的麻烦 不要自己硬撑 我的好朋友凌凤那儿 有一道能向我父皇求助的秘法 你就是凌凤 身上可有传讯火皇之法 我刚刚已经试过了 这大阵隔绝内外 所以秘法毫无反应 你注意感应法阵变化 抓住机会求救 你帮我 嗯 呵 你在 啊 还想跑 还以为就是骗你们的说辞 没想到还真有张单方 我看这张单方上的内容 就是如何捕捉那些 蕴含神性物质最多的生灵 并以它们为主要 熬练神性精华 滋养己身 我国祖地那么多域外势力 恐怕有不少 是为了神性物质来的 祖地乃历届火皇崛起之地 不仅隐含神性物质 还有上古火皇的修炼之所 圣皇宫 不久前 火皇与那些域外大族 突然达成协议 以日后 在难关中继续扶持 火国为条件 才得以允许他们的子弟进来 与我们共寻机缘 没想到 竟爱害我祖 你是说 入此地 其实是一场大机缘 原来女胖子 不仅是让我来帮火国弟子 更是为了帮我修炼 这古菜谱 这单方咱们去试试 你比如利用这蟒牛骨的方法 就值得尝试 哪怕不成 也起码算搞些美食来尝尝 我的好弟弟 听说你对天下宣称约我一阵 如今我回来了 你又在哪里 别让蟒牛发现我们 先躲起来 再慢慢想办法怎么补捉 你们要挤成手 好棒啊 能不能吃上水煮鱼 就看看了 这蟒牛骨粉 真的能引来杨云 单方是那么写的 谁知道啊 来了来了 我的好弟弟 既然来约一战 为何迥不泄身 有神性物质这样的修炼洁净 你们公主却不知利用 真是无脑 女胖子 你怎么来了 等公主得到重要消息 第一时间跑来准备告诉你 你这坏呸 竟然在我族人面前 说我坏话 这么说 十一已经出关 当众宣布应战了 对 他找不到你 传下话 说会在虚神界叨你 怎么了 在想什么呢 在想怎么暴揍他 我听说那十一很厉害的 你小心 自己别被揍了才好 其实 你完全没有必要 现在就去跟他一战 你比他小了三四岁 现在决斗 多吃亏啊 不如再等长大一点 再好好揍他 合适对战 只有我们才知道 不会太久的